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 星期一 昨天 網友傳了一張相片給我 我一看 認得是蘭桂坊 斜路 3號的位置 即是呢 他轉了車的彎 下樓梯 到後巷 冷航垃圾站 一看到蘭桂坊 十失九空 其實也不是只有蘭桂坊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地方都是十失九空 當然啦 我有幾個月不在香港 大家也知道 但是香港的情況 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算在海外也知道 因為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大量的網友報料給我們聽 去到哪裏拍照 又沒有人 從一對隔鋪那裏 店鋪又倒閉 全部都沒有開檔 究竟是甚麼事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 疫情 影響 加上 網購的生意 再加上去年的革命爆發 革命爆發不是直接導致店鋪倒閉 因為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時候沒有人去搶掠 全世界 只有一個香港 是在遊行示威的時候 不會有人 走去搶掠 美國的地方有黑命貴出來 暴動 他們就去搶商場 搶店鋪 去LV偷東西 搶手機 搶甚麼都搶 香港是不會的 香港有人 借一些耳 在這個中移動裏面偷手機 在這個小米裏面偷手機 即時被人捉住 綁住私鳥 因為香港的示威者告訴全世界 我們不是賊 所以 香港 是不存在由一場 暴力革命 去摧毀一個舖視 真正摧毀樓市 是警察 不尊重 香港人的私有財產權 亂去一些大商場捉人 包括 新世紀廣場 包括新城市廣場 包括Yoho Town 即是全部都是新鴻基的場 新鴻基作為商場的弟主 竟然不會捍衛自己的權益 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 以及捍衛香港的人權 而是由得警察這樣做 現在 自討苦吃 派了黨委書記進去 以後 我覺得要抄家 第一個就要抄新鴻基 因為 你們方便 我們掌握了你的資料 不抄你家 抄哪個家 是不是 現在我們要看看 香港 以往一直都可以有 一舖養三代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說說 以往的舖位一般 平均 平均 在街上的舖位 一個也有十萬八萬租 如果你在旺街 比如說北角 英王道 那些 一隻大舖 典型的大舖 租金10萬元 如果是旺一點 近地鐵也有十幾萬租 如果沒有那麼旺 比如說 旺街 馬寶道 春央街 那些也不便宜 春央街的街市舖也有十萬八萬一隻 好了 好了 這樣 是不是真的一舖水養三代呢 當然可以 你想想 一個月如果有10萬元租金 你不會只是整個身家只有一個舖的 你起碼住那層樓也是自己的 所以 一個月有10萬元租金收回來洗 這個正常家庭哪裏洗得完呢 每天吃包心刺兔的 每天吃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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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夠 那你要有舖王在手 羅素街的舖王在手 但是 如果不是呢 正如剛才 網友發給我 那個叫做烏蘭桂坊 那些舖是十幾萬一隻的 那些舖是零年也要十萬一隻的 那些舖是早期的時候 十幾年前 當時的舖是八九萬到十萬一間的租金一個月 那你說是不是一舖養三代呢 只要你不帶洗 哪裏能花光10萬一個月呢 是不是 好了 現在的情況 有人就提出 現在是三舖養一代 其實也不能完全這麼說 因為正確來說 我們要分析整個投資環境 再加上世界局勢 香港的情況 是以往我們為甚麼說樓市不會跌呢 因為香港是一個畸形的情況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要你買樓 銀行 如果你沒有樓不借錢給你做生意 你不要說你有個計劃很正 這個計劃會賺大錢 譬如你懂得發明東西 沒有用的 你是Facebook Twitter 想借200萬也借不到 拿一層樓來押就借500萬給你 Twitter是甚麼東西來的 當然不會採取你以前的銀行 想借錢你也傻了 所以這個世界只有美國 有Facebook Twitter 只能夠用別人的 就沒有辦法有自己的創新 原因就是政府不支持 民間不支持 人家在握 創意的地方 但是 但是 以往我們都認為樓是不能跌的 原因就是供應少 有法治 這是最重要的 一個供應少的地方 如果沒有法治是沒有用的 又要供應少 又要有法治 又要令人民覺得安全 會保障私有財產 以往香港做得到 但是現在做不到 加上互聯網的商機 現在所有東西都可以在網上搞定 那麼地鋪 這些實體鋪 它的價值是不是大跌呢 因為你想想 在實體鋪 要交10萬元租 然後買一件產品給你 如果是不需要租金在網上交易 那麼你想想 省下成本是多少呢 而鋪租 你還要賺錢 租完鋪 你還要裝修 投入一筆錢去裝修 你的成本燈入火納 可能是一個月要扣20萬 才可以圍倒屁 還要裝修 還有人工 加上人工可能要35萬40萬 可能是30萬 小號30萬 你賣一件產品 他要賺多少錢才能夠交租呢 這個問題就在了 所以 互聯網 或者網購 基本上是把實體店一半打死 另一半是甚麼呢 就是這次出現的疫症 這個疫症橫行全世界 令到全世界的商業停頓了 我們有說 你去到 酒吧 餐廳 全部都不開門 全部都沒有生意做 那麼你想想 有誰再開店呢 接下來 還需不需要這些東西存在呢 實體店 可能真的沒有需要 所以鋪位的價值只會一直跌下去 其實連帶連寫字樓都會跌 原因就是人們沒有這樣的需要 不需要租寫字樓 每個人都可以在家做事 我要租你寫字樓 還要付100元呎租你甲級商業大廈 已經不需要了 所以 這些 一舖養三代的說法 已經是全部被現實 毀滅了 反過來 現在如果你是高位入市 自製買店 甚至乎可以叫一舖雷三代 因為 你自己供不行 還要勞煩兒子跟你供 以往日本試過了 一樓就雷三代 因為 在80年代日本金融泡沫 當時的地產泡沫吹起的時候 日經指數升到三萬多點 而他的樓價當時是誇張得不得了 一棟在東京 首都 最頂尖的商業大廈 竟然是 貴過了整個華爾街 所以 爆起煲上來 亦都摸了街 而日本 當時的地產泡沫 令到很多人痛苦一世 他們 是 宣要承受阿爺決定的 初五的決定 所以 一舖就雷三代 當然香港不是每個人買舖的 所以 沒有這樣的能力 令到每個人都受慮 但是 我們要說回 最主要 這個否定一舖養三代的說法 其實就是由香港的法治 講起 一個社會 當政府或警察可以任意踐踏人類的文明 踏踏人類的自由 踏踏他的尊嚴 而 一個私有財產是不受到政府保障 甚至可以任意踐踏的時候 私人的商場 私人的場所 警察可以任意進入拘捕 抓人 可以在商場發射催淚彈 這個地方 他的商業價值 可以說是零 他的投資價值也是零 所以我一直勸大家 從去年7月1日開始 勸大家賣了香港的民業 一直涉而不捨 無論你是 什麼民業都應該賣 因為 複巢之下 豈有元論 你是一個 隨時會 喪失身家性命的地方 你的財產 不會得到保障 現在 當然樓價是跌了很多 但是 跌不代表是可以賣 我仍然都是那句 聽到我們節目 幸好你卻能賣掉樓 千萬不要讓藍絲聽到 因為 你還要等他們來接貨 所以 這段話千萬不要傳給藍絲的聽眾 或是傳給藍絲的親友 記住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